屋漏逢夜雨,疫情仍未去,又早又玩野,觀察怎舊市 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大跌了1,106點,收報25,040點 跌幅有4.2%,成交非常之活躍,有1,696億 今天的成交額比起早幾天,即是2月28日 那天的成交額還多幾億 那天的成交額是1,682億,今天是1,696億,即是多了14億 今天的大跌市,裂口大落,然後大成交 那這些就主大波動 意思是,要是今天就已經是極限低位 因為很大成交,這樣大跌 要是這個,即是剛剛跌浪突破的開始 進一步會大跌 那究竟會是哪種情況呢 等一會再分析下去和大家講一下 說回今天的題目 屋漏逢夜雨 疫情仍未去 大家知道現在疫情仍在全世界很多地方蔓延 上星期跟大家都報導過 現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越來越多中數 大家都知道意大利開始要封城 美國又有五個州緊急狀態 隨時還會多多幾個 因為現在一直在蔓延開去 美國又不怕,不怕開始都要很害怕 疫情仍未去已經對股市或者經濟帶來很嚴重的打擊 那時候,上星期已經猜到聯儲局緊急減息半離之後 還要再減 本來是減0.5 現在很大可能是減0.75 因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又早又玩東西 今天,又早又玩東西 玩些什麼呢 石油書出國組織與俄羅斯之間為期三年的減產協議 在上星期五,即3月6日的時候 談判破裂 俄羅斯能源部長上週五就說 4月1日開始 油組和非油組產油國均不再限產 不再限產,即是大家都可以無限量的生產 一直推出市場 爭市場,即是打架格戰 即是油價大一點 沙特阿拉伯說要採取報復行動 其各營油企沙特亞美上週六 即3月7日就宣佈 降低4月原油的價格 亞洲的每桶油價減幅是4至6美元 美國每桶的原油減幅是7美元 這個減幅是遠超市場預期 等一會再說,為什麼美國那邊要減得多一點 俄羅斯見沙特增產減價也會還擊 所以搞到今天油價 今天一回來,亞洲時段 油價曾經在港股開始之前跌過三成 創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以來最大的跌幅 油價大跌,令到全世界的油股都下跌 港股也有石油股 今天中海油也都暴跌 好了,全部這些大跌之後 最主要還有一件事就是拖累整個經濟 好了,剛才提到,為什麼美國那邊減價更多 因為今次,其實沙特除了要夾俄羅斯 希望取得主導權 希望俄羅斯順應減產之外 還有就是要夾死美國的葉岩油 美國生產葉岩油,每桶成本大概40美元一桶 今次一落,落到多少呢? 大家看看油價 現在布蘭特油跌到40美元之下 最低的時候,就跌到31元 今天最低31元,現在大概34.6元 紐約其油更低 紐約其油今天最低的時候,跌到27.34元 究竟這樣的跌幅是一回什麼事呢? 我們看看月線圖 布蘭特其油的月線圖 你會看到月線圖 它什麼時候會跌低過40美元 每次都是大件事,即是衰退的時候 第一次,就是之前衝上去這個 那時候舊經濟,不要計算了 2008年之後 美國這個2008年經濟最差最差的時候 布蘭特其油是40元以下的 那時候最低步是36.2元 今天都比它低 好了,還有一次就是這裏 2016年頭 即是2015年內地 那時候熔斷 熔斷之後 油價一直一直跌 最低的時候跌到27.1元 今天其實31元 和27.1元還差大約十多個巴仙 已經是回到40元以下 就是一個危機的水平 就是經濟衰退 就是2008年這次是美國 2016年頭這一次 就是中國的經濟問題 這次疫症之下 環球經濟問題,油價是暴涉的 估計可能都要在這一段日子 還行多一段時間 這些是月線來的 每一棍都是一個月的 所以說一段時間的意思就是 你可能都有一兩個月 低位那裏 游早玩夜 其實就是油價跌 屋漏逢夜雨 屋漏逢夜雨之後 道指今晚還要 上個星期五 有些反彈 但受到油價影響 不用想了 一定大跌 今晚期貨都跌1200點 跌1200點 如果2500 減1200 就246 246 就剛剛好 看到24680嗎 之前這個低位是24681 即是說今天一開 就有去考驗這個 去年6月的低位24680 24680這個位很重要 說過很多次 道指萬一跌穿24680 就是進入危機模式 跌了那麼多 不是危機嗎 都是危機 不過那次是一個危機 只是疫症 現在再加上油價下跌 即是反應經濟衰退 確認經濟衰退 好了 那確認經濟衰退是什麼 即是說 又是倒逼聯儲局減息 但其實減息都不夠 如它減息0.75 現在是 100% 估計3月18、19日的時候 意識會減息0.75 即是說 連同那次緊急減息 3月份減息1.25 都差不多減到0 剩下都不多了 那怎麼辦呢 即是剩下0.5 沒有什麼空間減 減息未必夠夠 就要有新穎的措施了 2008年 美國金融海嘯之後 2009年3月 時任聯儲局主席 Bernanke 帕南克 就推出了這個 梁寬 梁寬即是訂銀子 買債 那這次會不會 是用一個新的名字 MMT 算了 那些名字不要緊 其實就是說 央行印銀子 支持政府的財政開支 那裏 Fiscal Policy 用財政開支那裏 是支持經濟增長 會救回經濟 會不會是這樣呢 大家要看了 所以就看怎樣去救市 那剛才說到 沙特 夠膽地玩 他是想夾俄羅斯 但是 大家知道沙特 跟美國的關係 是不是很密切的 跟美國買很多軍備 但是這次他都得罪了美國 特朗普 今年大選年 被沙特這樣張一軍 究竟 會不會 被他拖到暑假呢 即是究竟是一季之內搞定 還是長期的油價這麼低 因為長期的油價這麼低 美國的油企就死了 美國的油企就死了 對美國總統特朗普 即是要連任 就很大件事 現在疫情已經對他不利了 實是不利的 因為他已經找了副總統 彭斯去擋箭牌 但是都擋不完 現在還要加上油組這個問題 油價一大跌 對他來說 雪上加霜 所以看他怎麼出招 這些跌法 今天幾隻油股 就是重災區 就是搞到拖累個市大跌的元空 好像這個中海油一樣 今天曾經一度都跌兩成 最低的時候 今天跌到8.3% 收報8.79% 都跌17% 這個我看看月線圖 因為跟布蘭特原油比較 再看報油的月線圖 月線圖2008年之前 一路2008低 一個低潮 2006一個低潮 即是2005年底 2006年頭 以及現在第三次 你看他這個中海油 他長一點 在2008的時候 第一次低 低谷在這裏 第二次 2016年頭的低谷 就高一些了 第一次的低谷 是在最低的時候 3.45元 3.45元 第二次的時候 已經好一些了 5.78元 已經高很多了 這次 其實如果你拉條上升軌 估計跌破7元 所謂跌破8元 大概可能7.5元 或者7元的水平 可能就是這次的底部 都是要再跌一點 8元或以下 說不定 因為油價很波動 8元或以下 其實今天已經很恐慌性拋售 中石油方面 今天跌幅沒有那麼大 跌9.6% 這隻相對來說 我覺得它的困擾比中海油更大 雖然今天中海油跌得比它多 中海油油價一反彈 它就升幅會更加大 所以如果二選一的話 可能都是後 等中海油 8元之下 最好7.5元 才再考慮 考慮而已 現在 偽高人膽 但是你才買貨 如果不是現在不需要急 等危機過去 好了 講回大試點 先看恆生指數 剛才看上證 看這個道指的時候 24680是一個重要底部 恆生指數 今天試過去年8月低位 一樣是8月 低位是24900 道指是6月的低位 24680 今天最低見過24948 跟24900相差48點 萬一如果真是跌穿的話 又是沒有鞋玩劇走 一定要走 其實第一道防線 26,000區 25,800到26,000區 已經走了 如果現在還有一些 還拿著的 你應該當它是長線持有的 如果你長線持有的貨 都是要小心的 跌穿24900 都是要走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周線圖 這個 你看得到 今天是已經稍微跌穿了 這個三角形 它還沒有跌穿24900 但是已經收在三角形之下 萬一它如果真是再跌穿24900 你要小心這個三角形成立 三角形成立的話 照量照度下去 你起碼都要下去兩萬邊 是吧 那都挺害怕的 那好了 如果你說24900 都捨不得 不想沽 不要緊 還有一個位 就是24540 看看24540 這個三角形的底部 或者2018年10月的低位 這個低位 其實國企指數 已經被跌穿了 國企指數在2019年8月的時候 那個低位是低一些的 是9731 國企指數今天收9984 如果國企指數 請你用9731一個位 作為一個長線的 只賺只蝕盤 紅醜指數其實更弱 今天跌成5點幾% 紅醜指數率先跌穿了這個底部 即是預示 你要小心 紅醜已經跌穿了 國企指數 去年的低位 已經低過前年的低位 如果今次再跌穿 就是一浪低於一浪 現在只剩下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還未出現一浪低於一浪 但是有機會跌穿三角形 如果萬一真的跌穿了 24900 都不肯走完的話 請你24900 長線都是要減次部分 最後防線 就是24540 你當它24500區 要小心 現在因為屋漏逢夜雨 剛才說到最後 看怎樣去救市 觀察怎麼救市 估計 剛才說過特朗普 早晚都會出招 聯儲局肯定會出招 為甚麼呢 這些是國際性的危機 大家可能甚至乎G7聯手 問題是聯手能不能夠救得起 它有些反彈 如果真的反彈的話 可能是大家出貨的機會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